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现在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所所处的这个城市阿韩伯拉 这个城市呢是在我们以前这个老华人区这边旁边呢就是圣盖国 那么从这个社区出去的这条街呢就是Valley大街 这条街呢云集了非常非常多的餐馆啊超市啊 然后生活非常的方便便利 所以而且它从这里开车到Dontown的试空机呢也仅需要20分钟车程 所以呢这就是地理位置的优越性 那么再说一下这个建商 莱纳建商呢是全美国开发房屋最多的一个建商 它有一个标语叫做所见即所得 所以这个建商呢我们购房之后是非常的省心的 因为它的电器啊都帮我们配好 然后所需要升级的东西呢也是很少的 所以我们呢客人呢都是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建商 Hello大家好我是困牛网友军 今天我带大家来看这个盘呢是莱纳建商在阿韩伯拉开发的一个新盘 是一个连排项目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呢是一号样板间 我们来看一下一号样板间进来一层是有一间卧室 一号它这个连排都是三层的这种户型 一层呢它有一间卧室一共有三房 然后剩下的两个卧室呢在三层 一会儿我们来看一下二层的设计 我们一层除了有这个卧室和自己的一个洗手间以外呢 我们现在正对面的是一个双车位的车库 像是这种现在这种三层的连排呢 二层都是这种活动空间 客厅餐厅厨房在一起的 而且配有一个出去的这种阳台 那么这个楼盘的价位呢 现在是卖到了第五期 一号户型到三号户型 价格差距不大 都是在八十多万起 一号户型呢 一号户型的室内面积呢 是1598尺 它的物业费是362 地税是没有新区开发税为1.1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橱柜 就是胶房的标准 有的是白色的 有的是这种深色的 台面也是胶房标准 要升级的部分是后面这块瓷砖 我们这块瓷砖是要升级的 不然如果不升级的话 是这种六英尺高的一种单色的一种 然后这些电器都是标配 抽鱼烟鸡微波炉 烤箱炉台洗碗机 并且冰箱也是带的 冰箱也是送的 还有一个除了冰箱以外呢 这个房这个楼盘呢 它连洗衣机烘干机也是送的 就是直接是拎包入住的一个状态 那还有要升级的就是地面 现在是升级了这种 一色一体式的这种防水的地板 如果不升级的话 我们现在客厅的这个位置是地毯 然后厨房和洗手间是瓷砖的地面 我们来看这里有一个 每一个后线都有一个这种小凉台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三层 转拉后来这里是半个洗手间 供二楼公共区域来使用的 下层一上来呢 这边就是两间卧室 因为上面只有两间卧室 所以这两间两个房间的面子呢 其实都还是蛮不欢愉的 而且都配有自己的洗手间跟walking closet 这个是主卧 主卧出来我们看到这种上下式的洗衣机 这是建商的标配 交房收拾是有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房间 我现在所在的是二号样板间的一层 一层同样也是有一间卧室 但是与一号复兴有点不同的是呢 它的这个洗手间是在这个房间内的 也就是专供这个房间来使用 并且它的这个洗手间的面积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看它的前面往右边来 是它的一个淋浴间面积是很大的一个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是二层呢 其实跟一号户型的二楼是比较相似的 导台的位置对我同导台跟厨房的位置 它的这个呢室内面积是1613尺 仅比一号户型大了几十个square fee而已 但是呢它这个二号户型呢 是做成了四个房间 它楼上呢有三间卧室 楼下一间卧室 比一号多了一间卧室 同样我们现在看到了也是同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出去的阳台 然后二楼通往三楼的拐角处有半个洗手间 供二楼区域来使用 那差不多的面积呢 它的第三层就做了三个房间 我现在左手边是它的一个主屋 有自己的walking closet和自己的一个浴室 同样它的洗衣房在这里 然后洗衣机烘干机都是标配 洗衣房的正对面呢是其它是一个全域的一个洗手间 二号户型呢就是将三层做出了三个房间 剩下这两个客房共用一个洗手间 现在最后再来看一下三号户型 这是三号户型的一层 同样一层双车位车库 然后这边一个它的独立的套房 来看一下它这个也是 它的洗手间呢是在房间内的 然后那边还有一个walking closet 三号户型呢室内面积是1640cm 也是坐到了四房 也就是说二号户型跟三号户型呢 全都是四房的设计 一号户型是三房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二楼吧 它的二楼呢也是主要的功能区 只不过呢跟前面两个户型稍有不同 我们现在上来正对的这个是一个powder room 就是半个洗手间 是供二楼用 不同的是它是边户所以它有很多的窗户 我看看这个厨房这边是这种开放式厨房 然后这个位置是它的洗衣机烘干机是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是边户所有的三号户型都是边户 面积是最大的是四房 然后所以呢每个三号户型的采光特别的好 当然三号价格也会稍微的高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做了一些深纸的一些搭配色调 交房的话有有的是这种白色的橱柜 有的是像那个一号户型里面是那种深灰色的橱柜 这是标配不需要额外升级 这边还有比较强的一个储物的一个储物空间 二楼这个也是有这种出去的阳台 刚刚出去的阳台可能是在侧面 你刚才我们就住在这边这样子 这个空间就利用的比较好 而这个阳台也比较大 就是这种双向 刚才因为它是编户嘛 所以它的双向都是有这种景观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层 三层呢 其实这个三层呢 其实跟刚刚的二号户型是比较相像的 然后它的我现在的多久别人是主卧 刚刚二号户型呢 它的洗衣房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现在的洗衣机是辅到二楼 所以三楼空间更多一些 这边是一个权位 然后这边加特两个四卧 这个楼盘呢是今年二月份才开盘的 可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个set map 是整个楼盘的一个规划 一共呢是一百二十七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 是在这个蓝色的地块 然后第一期第二期这样开过来 现在已经卖到了第五期 销售速度非常的火爆 几乎就是像我们刚刚上个星期推出了这一期 然后当天就卖掉了 然后我们后面可以往这边来开发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边呢 以后会盖一个商圈 就是药房啊商店啊 然后旁边这边呢就是众多的餐馆 然后和华人超市 我们所知道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几个现在目前的这个售价啊 一号户型现在看地块来选吧 有的地块会比较大一点啊 或者有景观的话就会贵一点 然后我们呢是从81万左右 最低的一个相信82万 那么现在三号户型 我们所在三号户型是一个84万的价格 那当然还有更贵的是86万 这是根据地块来选择 但是这个range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OK 所以像为什么这个楼盘这么火 除了我刚刚讲的地理位置 然后再就是它的建商 是值得信任的大品牌 那么再就是说我们在老区呢 因为是老华人区开发的比较早 所以很少很少有这样一大片空地 可以来有一个大的建商入住 来建新的房屋 所以呢很多房子的房龄 是相对比较旧的 所以这样的新盘一推出呢 简直就是火爆了这个整个市场 所以不管您是出租还是自住 这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赶快来看一下